有势力障碍曾经获得总统教育奖的生命斗士庄敬杰 他在上个礼拜二突然猝死 庄敬杰的家人就质疑 女儿参加灵修团体遭到了诈材还帮忙直销 更在死前被灵修团体带走延误了旧医 希望检警可以尽快查明庄敬杰的死因 曾经获得总统教育奖的生命斗士庄敬杰 二十二号清晨猝死 家人出面指控庄敬杰五年多前认识正姓灵修老师 被教导一天只吃一餐 从五十公斤瘦到剩四十公斤 死前还被灵修团体带走延误送医 教他一些什么生命灵修 教他资商 然后后来就说学这个要很多钱 然后就回来要钱 那我们没有给他 拿着放大镜几乎趴在桌上 才能看到讲义上的字 十三岁时庄敬杰因为黄斑部病变 逐渐失去视力 凭着不放弃的精神 考上清大资工研究所 家里堆了满满的物品 家属指出原本乖巧的庄敬杰疑似被灵修炸裁 不仅拿出演讲出书所得两百多万元 供养正女还帮忙直销 不希望再有人受害 检警在相验时发现庄敬杰心脏有斑点疑似心脏病变死亡 无他杀嫌疑 警方二十九号傍晚已经将六十四年次的林修老师 郑玉梅以及七十六年次增性 六十九年次增性有人留置 交给检察官询问后 三人无保请回 全案已由检调侦办中 记者詹淑云桃源报道